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你可能不知道 世界杯賽事已經開大 今天來幫大家盤整本週必看五大精華 相關連結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從連結去看支持正版 那我們介紹 馬上開始 摩洛哥爆冷踢贏比利時 一個慢速下墜完美落地 把足球當棒球的摩洛哥 自由球偏偏要當射門踢 比利時門將措手不及 中場2比0 摩洛哥打敗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時 克魯愛西亞 vs 加拿大 屁股都還沒坐熱 爆米花缸微波好 一個導船快速投錘 全場嗨到爆炸 但可惜中場仍不敵上屆亞軍 1比4落敗克魯愛西亞 墨西哥一個超遠距離的宇宙世界波 右上方球門硬身破王 想要來挑戰巴西理查立生的 零空抽射世界杯Top射門 最後2比1英球 可惜人招淘汰 從失落到高興 再到失落 堪稱本週最好看的比賽也不回過 南韓先追平再輸球 最後角球還被沒收 2比3落敗加納 阿根廷球迷緊張到睡不著覺的5天 終於結束了 阿根廷以分組第一晉級 挺進16強 葡萄牙以2比0擊敗烏拉圭 但其中一顆費難得知 逼廢的進球 一次C羅有頂到 但最後透過球內科技晶片判定 C羅沒有頂到 把球還給了費難得知 還被網友調侃 是上帝之法 好啦關於世界杯 本週五大精華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和大家分享 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